俄政府考虑从严进口华为和中兴电信设备 资料图片中国华为深圳总部美联社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宣布禁止进口或使用中国华为中兴电信设备 之后俄罗斯政府也紧随其后 正在考虑从严进口华为和中兴设备的建议 俄罗斯政府透过媒体对外放出消息称 俄罗斯多家电子设备生产商和行业协会已经向政府提议 从严规定对华为和中兴电信设备的进口 俄罗斯生意人报在8月20日引述政府官员透露消息称 根据该建议 俄罗斯政府将要求对包括华为和中兴在内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进行强制标记 并禁止中间商对这些设备进行进口俄罗斯生产商 在建议中还要求应确保俄罗斯本土企业行会能够查询 并获得相关设备的海关进口数据 一旦发现可疑的进口行为 俄行会将可以与警方和税务部门对其展开调查 据透露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在接到该建议后 已将其转发到俄公贸部 通讯与大众传媒部和台政部责承他们进行审议 并在之后汇报结果 虽然在俄罗斯电信设备市场上也有斯科 Link EC等公司产品 但中国仍然是俄电信设备的主要供应 国新的措施如果被实施 将主要影响到中方的华为和中兴公司俄罗斯电子研制生产协会 是这项建议书的多家签署者之一 该协会主席Ewan巴克罗夫斯基 透露2017年俄电信设备市场 总额为2500到3000亿卢布 约合37到44亿美元 但俄罗斯本土生产企业只占到了6%到8%的份额 总额约为150-240亿卢布 而俄罗斯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 完全可以覆盖85%到90的市场份额 他在近日一个记者会上对此评论 说俄罗斯本土电信企业同进口商品展开激烈的竞争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总体来讲每年平均100亿卢布的销售额还是非常小的 而且其中的三分之二是俄罗斯执法机关的内部订购国外产品 仍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据俄罗斯EKIT新闻网在8月20日报道 俄罗斯本土企业行会 还指责包括中方小米、华为和中兴在内的设备 长期利用各种方法逃避关税和增值税 使当地企业面临不公平竞争 另据报道 华为澳大利亚官方推特 在8月23日对外公布 华为和中兴已经被澳大利亚明令禁止 为规划中的5G网络建设供应设备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签署了一份新的法案 禁止美国政府或任何希望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人使用华为 中兴或其他多家中国通信公司的零部件 或使用这些零部件作为关键组成部分的服务 而印度更是在多年之前就已发布类似禁令 此次俄罗斯政府也放出此类消息显示俄罗斯也可能会紧随美、澳、印等多国对中方的电信支柱企业华为和中兴逐步关键大门